这些都是平方根,平方根的饼炸箱就是直接 这种平方根的饼大小很简单,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平方根的特性是这样,你们在这个题目旁边写上这个 先把这个写上去,不用,直接写在第三题,因为我们这一题写的东西不太多 先把这个写上去,然后再把这四个列好,所以我会用这样的想法来比大小 因为根号三成根号三会等于三,然后这一些要比大小,那这一些有的有根号有的没根号 所以我的方法很简单,我就用当初根号是什么规定的,我就利用这个规定来算 所以你就全部做自己乘自己的动作,全部都用自己乘自己 自己乘自己,对 他要我比白色的大小,那我就把它全部自己乘自己 看谁大不就等于是比出谁大了,另外是这样,2跟3,3是比较大 然后2乘2,3乘3,他还是比较大?我们是利用这个特性的 比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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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大 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大 他不一样,因为有根号,就没根号 对,然后请你把它全部散出来 比如說,你說對,上面這個剩下會怎樣? 2分之五,乘2分之五,所以要怎樣? 4分之五,所以要怎樣? 這個剩下多少? 對,有根號的跟有根號的剩出來,根號就不見 5分之六,跟旦啊,這就是了 為什麼要尻尾? 來,整個都要尻尾 來,整個都要尻尾 我忘了 感覺等到成人當本就尻尾 尾尾 哇,實在是很恐怖 來,自己射 自己射 來,你想辦法先自己射 現在射出無所謂 我要看你射,就不好意思 對,他就會給二十八分之一 對 寫出來就可以比大小了 有根號的跟有根號的成起來 就會變成沒根號 所以你看 這個根號二分之五 乘以根號二分之五 有根號的跟有根號的成出來 就會沒有根號 那下面這一個呢 它是有兩種 沒根號的跟沒根號的成出來 當然還是沒根號,對不對 那有根號的跟有根號的成出來 還是怎樣 沒根號 那下面這個會寫什麼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四個誰最大 你看清楚喔 這四個誰最大 俊傑不要講話 你要講難怪句子等你三個之後 我們再慢慢去 這一個最大不是嗎 對啦 對啦 下一個呢 下一個 下一個 你的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大概十二點多 對不對 四分之四 這一個多少 這一個多少 這一個等於的 二十五 所以四等於多少 沒有二點多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二點多 這一個呢 一點多 所以我就可以比較 這個最大 再拉 再拉 所以這個最大 然後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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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繼續給原則就是 重複的數字連續更好兩次就會更好接的問題 好她說我一台車從甲地等速的開往 開往低過程當中是從甲到椅走了8分鐘這邊就應該行辦了 8分鐘之後到這邊之後偏東南執行走8分鐘到椅 然後在左轉主持路之後走15分鐘把數字寫上去 對你獨體重是要像我這樣一邊獨一邊馬該寫成這樣 俊傑不要講話 俊傑要問的是什麼呢 俊傑要問的是她從甲 用美男的速度往東一直開就可以開到丁 她問這一段路 她跟我一樣跨上去 這題目的意思她說從甲路開直接打到丁 那這一段路她也需要請在這裡 她我已經知道這一段路8分鐘我知道這一段路8分鐘 我知道這一段路10分鐘15分鐘所以我需要唯一需要知道的就是 我現在只有這一段路不知道對不對 我現在只有這一段路不知道寫上去 那這一段路不知道我就利用這邊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請你利用第四電影把這個意思寫出來 用第四電影想一下直角三角形三條邊的關係 雲然分到台間 要是要聽到的 一段路要通知 連接差會一下 也就要說 但一段路要聽到 真正的見面 它也就要說 對 那路要從甲路 axis 只要我可以记得其他人都不知道 其他人全部接触外观鞋 可以多一些 最长平方 可以等于另外两秒短的平方加持 这个直角三角几天哪一角最长 八十五还是四个四个 哪一角最长 八十五还是四个四个 角度开的最大的那一个对边最长 角度开的最大的 对 这个角度最大 这三个角比起来这个角度最大 所以他会打一个最开 打最开长度就最长 所以最长的是一个四个 所以最长的平方 就会等于比较短的那两秒 八还是四五 对起先好是一个四个 这个叫必试定 把自己胜 八的平方就八成八 十五的平方就十五就十五 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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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算一下 自己算一下 八成八你应该可以自己算 十五乘十五也可以自己算 要自己算出来吗 算出来吗 要算出来 把它加一加 这个八八 然后这个是二五 把它加起来就会是二百八十九 对 对 所以 AK十平方等于二百八十九 也就是说 你要把二百八十九写成 写成 AK十乘以AK十五 对不对 所以 AK十乘以AK十就叫AK十平方 AK十乘以AK十二百八十九 所以碰得要点多 谁神神神会的 你也要百八十九 都不用算呢 就是刚刚尾神的写法 想一下 碰得有点神 五四除以二 他如果相加了 你也要百八十九 是五四除以二 所以刚刚才跟你交的这一种 三位的 根号三乘根号三 所以两百八十九 未等于 根号二八九 乘以根号二八九 这个不会算的 先上去 会算的 不要求 上去 你看到二八九 分解乘两个根号相乘 就对了 基本上这个就是答案 但是如果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代表你还要再算 因为你们 因为你们那个 几乎都是选择你 然后这个就算是非选择你 你写到这里 他基本上也会收起 你算到这里做一对 那如果我们还是要算出来 如果你选择你 找不到这样的答案的话 代表你就还要再往下算 那你就要去猜 这个可以被哪一个数字 就是连续乘两次得到两百八十九 就是十七乘十七 这个再告诉我们 根号两百八十九 就是根号十七乘十七 所以根号成根号出来就是十七 这个每一点都要强 该这个很注意 对 两百八十九会等于 根号成根号 对不对 那也就是根号两百八十九 根号两百八十九会等于 根号十七乘十七 那根号十七乘根号十七 出来就是十七 所以根号里面有两个出来就一个 这个很重要 十七乘十七在根号里面出来 這個叫做根號17 什麼根號17 什麼17 所以這一題這一條的長度是17 那請問一下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 17加8 非常好 因為它是從假到低 所以你要8再加這個17 所以8加17 25才是這一題的答案 那它是幾分鐘 所以你當然會要寫分中 然後要寫完 寫完看四五粒 慢慢來把這個看懂 看懂再往下 把它寫完 來寫完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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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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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